每天獲得300元,直升機房搶錢 蔡普路斯銀行停業足足12天 昨天終於開飯 星期一,蔡普路斯政府及歐盟等 達成100億歐元貸款協議 要應付這麼多人禁錢 歐洲央行前日出5億歐元現金 由法蘭克福運去蔡普路斯央行 吹動過百個武警夾到十 還有直升機在半空盆船 免得被人搶錢 不過銀行的營業時間只有6小時 有人趕不及拿錢 亦有人懶得拿 因為每天只可以提款300元歐元 又不可以對支票 原來政府為了避免擠提 實施整個歐元區首創的資金管制 所有人出國不可帶走多過1000元歐元 而超過5000元歐元的生意 亦不可跨孔轉移資金 措施便會實行一個星期 亦有可能extend一年 不可跨孔轉移資金 供應的措施加上名獎的存款稅 而更用人民的血汗錢來換貸款 通通都令民眾很灰心 甚至國家已經大倒退到黑暗時代 前晚便有上千人唱歌示威兼燒國旗 以下個爆煲的歐洲國家 可能就是斯洛文尼亞 跟他一樣估計畫 看見我的房cribe 這點就是哈 在這點就想說